大家好,我是依禅 他反而会朝你的方向追上来 如果双方的付出不对等 追逐的人就会格外辛苦 所以我们总是私心地想 对方能多主动一点 其实,想知道哪一方用了比较多的感情 看聊天记录就够了 在微信搜索,在干嘛 出现次数最多的人 一定是最在乎你的人 给一个人发消息是试探 也是期待 怕太主动得不到珍惜 又怕不主动会错过 越想了解,越不敢靠近 对自己啰嗦了千言万语 但在聊天的对话框里打了又删 最后也只能憋出一句 在干嘛 但你不知道 那是他酝酿了多久的牵挂 告白藏在了主动力 爱已藏在了细节里 想念都藏在一句 在干嘛里 聊天总是主动开启话题的那个人 一定是爱得多的 在干嘛 看起来不经意 但却是百事百灵的开成白 因为他的潜台词是我想你 只是想你知道 有人在关心你 两个人最默契的状态 就是你一句 在干嘛 我就明白你想干嘛 只有心里有你的人 才会找借口联系 这个时代 每个人都很忙 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 主动关心你到底在做什么 想知道你在哪 想知道你和谁在一起 但缺了个身份去问 所以才小心翼翼地问候 希望得到热情的回应 为主动找你这件事 积攒一点点信心 如果遇到了同等的喜欢 就会将话题延伸下去 而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 因为在他心里 你比他正在做的事还重要 有的是可以等 但对你 他不想错过 再热情的心 也经不起冷落 越长大也觉得 能遇到一个 和自己聊得来的人 有多不容易 要拥有一样的笑点 三观和聊天频率 才能肆无忌惮地 和对方分享喜怒哀乐 人的倾诉欲是有限的 谁都不会把时间 浪费在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身上 只有对在乎的人 说一箩筐的废话 虚度光阴 也会觉得甘之如頤 你随口再鸡毛蒜皮的小事 它也会当成是 分摊你情绪的大事 两个人聊得来 感情才有未来 能和脾气 生活才有福气 听说我们一辈子 要遇到两千多万人 微信的好友上线 也不过只有五千个 能在不是需要你帮忙时 就主动关心你的人 真的很难得 不知道当你在微信里搜 再干嘛三个字时 出现次数最多的 是你喜欢的那个人 对你说的吗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 谁有义务 要去维护一段关系 他原本其实 可以不必那样关心你 但如果遇到了 主动联系你的心 千万要记得珍惜 让他看到一点活音 也让他觉得 自己对你的好事多余 也许只要你走出了 第一步 他就有足够的信心 走完你们之间 剩下的九十九步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与平静 晚安 就会让你远回来